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其实主要讨论的是在我们现在全球各方在讨论气候变化这么一个难题的时候 我们到底应该关注哪些东西以及在全球层面我们需要应对的难题跟挑战是有哪些 那我相信今天在会场的所有的伙伴们大家都是十分关注可持续发展 以及都非常认可我们今天应该为了防止物种跟有价值的生态系统损失 我们应该做出更多的努力 但是面对这么一个庞大并且非常复杂的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我们要如何去为海平面上升 为海洋酸化 为飓风 为物种上失这样的非市场活动的服务来估值 我们应该为了支付或者牺牲多少来防止野生动物和物种的丧失 包括为了保护北极熊 为了保护珊瑚 我们要花多少的钱 面对这样的问题都涉及到巨大的成本 那我们在做气候变化决策的时候 我们应该如何取舍 所以可持续发展它是一个需要全球来行动的议题 那么在面对全球层面 我们目前仍然对于可持续问题存在着诸多的分歧的时候 我们应该如何来携手 如何来应对这样的挑战 那我相信即使是一个宏大的全球的变化 它也是从小处不断的开始累积和变化 那Inpile Hub上海我们就是这样一个坚信社会创新式 推动可持续发展关键力量的组织 那么我们也是在2020年初 我们正式成立了RICE可持续时尚创新实验室 那么我们也正式去将推动时尚行业和消费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作为我们基于社会创新的第一个尝试 第一个系统的实验 那么在两年多的这个时间过去了 我们在消费端通过Rerise可持续消费决策引导平台 通过我们的RiseUp生活计 我们其实实现了在消费端非常有一些影响力的行动 跟一些影响力的数字 那么我们Rerise中国的这个第一个可持续消费决策的引导平台 也在前两个月刚刚在访问人次突破了10万人 我们也希望能够更好的帮助中国消费者去提升他们在做可持续消费决策的准确率以及效率 那么我们的RiseUp生活计也在连同了包括像抖音小红书这样的流量平台 也在今年我们也联合了AirChina这样的时尚媒体 并且联合了多家的地产商 我们的商业生态以及我们的消费品牌 我们在社交媒体的互动量也已经突破了220万次 那包括我们也通过发起了RiseUp可持续时尚设计师挑战赛 我们也和汇集了200多位关注可持续时尚的新锐品牌和设计师 不断去整合包括材料 生产制造 市场分销和投资 各种各样的产业创新资源 那么也包括通过开放式创新的方式 携手我们刚才也不断有提到的百味创新100家 我们的生物鸡皮革的创业团队VeganTax 以及我们本土的设计师品牌MTG 共同将啤酒糟升级成为了创新的生物鸡材料 并且登上了上海市中多的舞台 我们也成功的运用了跨界思维 将食品饮料行业的废弃物 转化成了时尚行业的创新材料 并且将我们的影响力不断的去带到了亚洲乃至世界 那么这一场创新实验的结果 我们也得到了初步的验证 那么也在集合了过去 我们在时尚 食品饮料 日化和包装等消费行业的积累 我们也正式宣布 正式将Rise可持续时尚创新平台 升级成为Rise可持续消费创新平台 我们将更好的定位为整体消费价值链 去提供有价值 有社会影响的系统解决方案 我们也将通过三种我们的行动路径的升级 来更好的去携手更负责任的消费链 然后共建一个更可持续的世界 那么我们的行动路径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那第一个部分就是当我们发现说中国消费者不同于欧美消费者 他们对于可持续是有着独特的价值取向跟行为表现的 包括我们也发现说在整个消费价值链上的品牌 存在着对于可持续认知在行动上以及较大的分歧 那么为此我们也将通过可持续整合营销的服务方式 来帮助价值链相关方能够有更多的机会 更多的途径深入了解行业的可持续发展的知识以及实践 那么我们也将更好的去支持品牌产业企业 能够去为了跟连同我们的创新企业将可持续发展的行动 获得有效的传播并且去实现我们有效的商业转化 从而能够将消费价值链各方的可持续发展的意识得到有效的提升 那么第二个部分就是其实前面我们也反复讲到了 消费的价值链是一个相对农长并且遍布全球的一个产业 那么我们也希望能够将散落在不同环节的行动以及创新能够形成合力 这个对于推动整个消费生态的转型至关重要 那么我们也将继续去连同可持续消费价值链的这个创新咨询的服务 去不仅支持到我们的品牌和产业方 以及我们的创新企业能够去将可持续发展的行动 得到的有效传播并且实现转化 同时呢我们也将实现价值链上下游更多的机会 更多的沟通交流和合作共创 然后呢帮助创新企业获得与价值链中领先企业的合作机会 从而帮助价值链上下游实现更多的跨界合作 来应对我们的整个系统性的一些挑战 那最后呢我们也发现说创新依然是推动世界变革的关键力量 那么如何构建更有利于创新产生影响力的生态 也是我们急需希望去解决的一个问题 那么我们就将通过可持续消费创新的企业的孵化 来更好的去支持我们的创业团队 创新企业获得与价值链中领先的企业的合作机会 来赋能更多的关键的技术 更多的商业模式获得关注获得支持 来从而帮助我们推动价值链转型的一些关键技术 和一些商业模式能够获得更好的验证 并且能够实现去推广 那这个就是我们未来Rise可持续消费决策营道 Rise可持续消费平台 我们希望能够推动世界产生更具影响力变化的一系列的变革理论 我们相信每一个小的行动能够产生累积 进而推动世界产生更大规模的变化 那么这个也是我们Rise将以 我们今天在澳门作为我们未来产品 整个我们的服务产品升级的一个起点 也希望能够将更多的有效的行动能够从澳门 从我们的上海 包括我们未来也希望能够带到我们中国 更多的城市地区 乃至于整体的亚洲世界都能够产生更多的影响跟变化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利益相关方 能够去将我们的Rise它背后代表的 Rational Inclusive Smart Eco-Branded的消费行为消费取向能够带到我们生态价值链的方方面面 所以也期待着各位能够与Rise能够与Empire和上海 一起在我们的生态的行动当中产生更多的影响力 谢谢大家